欢迎来到英雄初少年的游戏现场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 今天来参加游戏的呢 有我们的红果果 丽泡泡 还有毛毛虫 欢迎你们 以及还有三个可爱的小朋友 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牛雷 今年九岁了 欢迎 我叫江金城 今年八岁了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叫王妍珍 今年八岁了 欢迎 欢迎可爱的小朋友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 非常的有意思 名字叫做我爱绕口令 我爱绕口令 表演者根据给出的绕口令 进行创作表演 其余队员根据表演者所演的内容 进行抢答 直至猜对为止 哪位猜对得多 哪位获胜 好 队员们加油吧 那准备好了吗 好 各者各位 来 好 我们的小朋友和主持人们都已经戴上了耳机 里面摸放了很吓的音乐 他就是听到声音的 那么我们请和我来看一下第一道题 好 准备好了 表演 开始 四个字 四个字 有没有同事可以先来抢 和尚 四个八个字 大老虎 大老虎 狮子 四 四是四 十是十 这个字 山前有44棵死色狮子树 山前有44棵死色狮子树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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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前有四十四座十狮子 山后有44棵死色狮子树 不知是山前的四十四座十狮子 色死了山后的44棵死色狮子树 还是山后的44棵死色狮子树 色死了山前的44棵死色狮子树 哇 欢迎大家出去 其实我们的屏幕只有前面两句 但是绿泡泡居然把后面两句也说出来了 太厉害了 好 那这样我们请绿泡泡 把这个绕口令整个完整的说一点 好不好 来 请我们的小朋友摘下耳机 小朋友摘下耳机 对 来听一下刚才是什么绕口令 请绿泡泡一边说 红索的一边表演好不好 来 小朋友也听一下 我们来看山前是吧 山前有四十四只十狮子 山后有四十四颗四色柿子树 不知是山前的四十四座十狮子 摇死了山后的四十四颗四色柿子树 还是山后的四十四颗四色柿子树 摄死了山前的四十四座十狮子 没错 画本无点是 特别好 好 请绿泡泡耳机带上 我们来做第二题 好 准备 开始 就是 寺庙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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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啥礼拜托 还不知道吗 马蜂虫 超中 用精 想想这个绕口令是什么 又有塔 又有和尚 还有汤 知道了 马蜂虫知道了 和尚端汤上塔 和尚端汤上塔 塔滑汤撒汤烫塔 到底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正确 来 小朋友们把耳机抓下来 听听正确的答案 把耳机摘下来 摘下来 猫猫虫再跟我们说一遍 要快速的 最快的速度 和尚端汤烫 和尚端汤上塔 塔滑汤撒烫塔 好 这个我确实不太熟悉 这两位哥哥表现不错 小朋友们要加油 加油 我们再来第三题 好 准备好了 来看第三题 吃什么东西 错了 我知道了 也反了 我知道了 吃葡萄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 吃葡萄倒土葡萄皮 不吃葡萄 不吃葡萄 怎么着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对了 不吃葡萄倒土葡萄皮 来写真切 好 好 好 再说一遍 小朋友等一下 你再完整的说一遍好不好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土葡萄皮 说得好 非常正确 好 请小朋友回到座位上 好了 精彩的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这位小朋友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可以去拿一样子汉的礼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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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不要走开 我们一会儿见 有连 好 太好了